路边的小客车 走下一名黑衣白帽的男子 随即拿着手中步枪 就往一旁店家扫射 十几秒后 另外一辆车高速靠近 接着就看到枪手倒地 因为这时 他被车上的远警开了三枪 而一旁埋伏锦丽 也一涌而上将他制服 先犯被控制行动相当难辈 除了衣衫不整 右边臀部还有两处明显枪伤 在远警残服下 才能缓步上车就医 完全看不到稍早的凶狠模样 但警方事后查看现场 还是吓了一跳 原来这起2号中午将近一点 发生在台南市南区 万年五阶的水散店枪击案 警方从地上证物 发现嫌犯使用的 疑似是每次的M4制式卡冰枪 除了体积轻巧 每个弹夹还能装填30发子弹 而警方发现他对店家开了25枪 落网时还掉落两个弹夹 恐怕当时身上 携带近百发子弹 店家事后到场 除了看到铁卷门 有密密麻麻弹孔 那层玻璃也惨不忍睹 而警方一查 33岁的灵性男子是嘉义人 跟被开箱的水散店没有关联 但进一步追查 发现里头一名员工 去年曾在酒店消费时 跟店家起冲突 还砸店打人 虽然店家没有报警 但双方多次谈判不成 直到今年初才终于和解 没想到水散店事后就遭到开枪 由于重担的嫌犯 仍在医院开刀治疗 将等他伤势稳定 再来进一步厘清 而这起枪击案 还好警方事前接获勤资 提早布局 最后有惊无险 顺利落幕 TVBS新闻顾首昌 台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